山西省临焚市区卧县一口罩生产项目日前试产成功 该项目两条口罩生产线具备日产6.5万只口罩生产能力 很快即可正式投产 据介绍 由于目前各地防控一线的口罩等医疗用品十分紧缺 区卧李时珍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迅速调整产品单元 决定增加5条口罩生产线 该县县委书记杨宝春连续两次调研项目进展 招商工信食药间等部门就手续办理设备安装原材料供应等事项现场办公 项目从订购设备到生产试车成功仅用了短短10天时间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该企业成功调回一条医用外科口罩生产线和一条半自动医用防护口罩N95生产线 并紧急安装调试于2月5日试生产成功 我们公司在得知疫情发生后 第一时间组织人力购买设备 调拨原料 全力组织生产医用外科口罩和医用防护N95口罩 目前两条生产线已经调试完成 正常生产后日产量可达到6.5万只 后续我们还将安装三条全自动生产线 全部生产线正常运行后日产量可达20万只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没有发生了 根本就织洗减草 設定有免抜元 搭设浅 6万只 后织的 您会 务